深毒一分钟,你的健康深毒管 叶峰主任医师,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,呼吸内科副主任 肺结核这咳嗽了,卡血了,都是咋回事 结核军疯狂地进攻,免疫系统拼死抵抗,战争呈现胶着状态 战场上到处都是结核军的尸体了,这些垃圾刺激到呼吸道里的神经 咳嗽就来了,呼吸道在结核军的刺激下,棉液分泌增加,痰液就形成了 痰液经过咳嗽排出体外,这就是咳痰了 炎性因子不断释放,血管的通透性进一步增强 连红细胞都能从血管里钻出来了,和痰混在一起,这就是痰中带血 炎性因子还能溜达到大脑的体温调控中心去搞事情,人就出现发热症状了 肺组织在炮火的连续轰炸下,出现区域性的肺组织坏死 这就是肝脑痒坏死,坏死的区域太大,坏死组织发生液化 通过咳嗽被排出体外,肺组织就空出了一块 形成了肺空洞,空洞的壁上是有血管的 这些血管受损,破裂,血就哗哗地流出来,这就是卡血了 如果这个空洞发生在肺组织和胸膜腔的交界处,胸膜也会被自裂 这就成了自发性气凶,结核菌还会去骚扰靠近肺门的淋巴结 搞到淋巴结肿大,下面还有更惨的呢 由T细胞牵头,拉上巨氏细胞,成纤维细胞等 把结核菌困在里面,搞出个特异性肉芽肿 这个肉芽肿称之为结核结结,是肺结核特征性病变 形成结核结结,是为了控制住结核菌的扩张 这时候人可能几乎没啥感觉 但结核中心可能会有部分结核菌存活 有再次挑起战争的风险 深毒是个宝,尝看身体好